嗨朋友们 我是金金姐姐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手工吧 你看 我的手指上现在什么都没有 不过等会儿 我们要做五只不一样的小动物 先来看看都有哪些材料吧 玩乐鞋糖 我们第一个呢 就来做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卡通人物 龙猫 龙猫有哪些颜色呢 我们来想想 有白色的肚皮 还有灰色的身子 眼睛是黑色的 那我们暂时呢 就用这三个颜料 把它们都打开吧 首先呢 我们来捏它的身子 然后呢 再把它 笔布 上面把它捏成一个 龙猫的身子 圆咕隆咚 然后 我们接下来呢 拿出白色的 准备做它的大肚皮了 接下来呢 你们记得吗 开场晶晶姐姐说 要把它套到手指头上 我们把它套在小拇指上吧 接下来我们来做龙猫的耳朵 它的耳朵呢 尖尖的 我们要一点点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里 做出它的两个眼睛 眼睛呢 下面我们用白色的 这时候用出我们的小刀刀 这是个工具刀哦 然后把它捏成一个圆 然后呢 稍微按压一下 按压好了 放在这里 另一个也把它揉成一个圆 然后放在这里 看 上面呢 我们就要做自己的黑色的珠子 黑色用一点点 哇 这只龙猫的眼睛 有一点点难看到 嗯 我们看 我们第一个龙猫就做好了 第二个呢 金金姐姐要给大家做的是 臭臭 不要着急哦 这可是一只非常可爱的臭臭 不信 你们就跟我一起看吧 我们主要呢 要用到这个荧光色 这是云光橙色 然后呢 臭臭的脸蛋上也要有笑容 又粉色 还有呢 臭臭的眼睛眉毛 用的黑色和白色 把它全部打开吧 首先呢 我们来拿一坨 这个颜色 臭臭的形状呢 大概呢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要先把顶部给它 压平 好了 那现在呢 金金姐姐要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手指吧 然后呢 我们用刀刀 把痕迹给它弄出来 臭臭的形状出来了 我们现在要给臭臭 戴上眼睛 眼睛呢 下面也是用白色的哟 臭臭的眉毛做好了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要在这里给它做一个嘴巴 啊 臭臭做好了 你们快看呐 咕咕咕咕 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小老鼠 小老鼠呢 我们用这个颜色来做它的身体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在小老鼠的脸上 给它夹 耳朵 小老鼠的这个做好了 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给它做眼睛了 对不对 好的 眼睛做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嘴巴 它的嘴巴我们也用白色来做 旁边呢 可以给它加一点点粉色的小脸蛋 对不对 哇 大家好 我是小老鼠哦 小老鼠哦 下一个我们来做大公鸡 公鸡是什么颜色呢 我们用黄色来做大公鸡的身子 然后呢 我们要做公鸡一定会有的机关 公鸡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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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你们猜我要用什么颜色来做呢 我选了一下我最喜欢的这个粉色哦 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叫做八笔粉 那我们先拿出大部分 给它做个大眼睛吧 然后呢我们来做它的嘴巴 嗨 嗨 我好看吗 嗨 大家好 啊 这是什么东西 长到了我的手上 啊 这个是我 你是什么东西 大家看快给它起一个名字吧 叫小狗龙好不好 哦 这个大公鸡的嘴巴都快要掉下来了 哦 赶快给它修复一下 哇 这是什么 哦 你的头怎么变尖了 朋友们你们看 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扶住哦 不然的话 米奇就会变成一个尖头的 和它旁边的这个兄弟有点像的 哈哈哈哈 这个臭臭 啊 龙猫的身上扎了一个臭臭 你们快看呐 啊 怎么办呐 哈哈 那你就臭着吧 朋友们 你们最喜欢这五个 哪一个呢 留言告诉我吧 你如果喜欢做这个黏土的话 也要告诉我哦 别忘了点赞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